一个女士一个人一台车 安全吗出来 超级安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在新疆 这个地方叫啥地方 叫拜城 拜城是吧 我们遇到了一个老妹 一人一车自驾游 全国是吧 我想问问你 什么时候出来的 我是去年7月24号从深圳出发 沿途经历了广西贵州 到了云南的西双版纳 从西双版纳 沿途又一直有进藏的梦想 是一个有信仰 有信仰的地方 然后我走的是318 走了219 走到阿里219 219大美大美 那你这一趟下来 我算算应该有5000公里差不多了 多多多 5000公里 车刚保养 5000多 5000多了是吧 将近8000 将近8000公里 我刚做了保养 那你我就想问问你 此行你到目的地是到哪吧 目的地应该是先到北疆 我现在不是在南疆 然后到北疆 都听说是新疆北疆是最美最漂亮的 感受一下一年四季 一日四季的感觉 走独库公路 走独库公路 对今天就要出发去巴音布鲁克 那就说西藏你走过了 新疆的南疆你得玩过了 应该是 对对对 那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感触 还是那句话 美景在路上 美景在路上 就陶醉在这种环境下 我觉得是那种小时候 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你完全就是非常忘我 离开了现实生活中的钢筋水泥 大美 绝对是大美 那姐来过一次 一定还会再来 听说那姐你还是做自媒体吗 我做 然后才开始做 你抖音的名字叫什么 叫那姐在路上 那姐在路上 对的 这样朋友们可以关心一下 想了解那姐 在全国各地旅游的情况 可以上她的抖音账号去看一看 关注一下 好 那我再问问你 那姐 那你这个为什么想着就出来的 什么时候有这个梦想开始 是因为原来年轻时候的工作 有一点忙 就是脱离不开 其实有很多很多种借口 可以这样讲 也叫借口 就是一直没有勇气来去走 感觉一个人有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和害怕 其实人每个人真正的缺的 就是内心的这种果敢 一旦你第一次出来了以后 你觉得现实生活中 其实是很安全 走到任何地方都有美景 你已经没有那种胆怯了 就是说你现在 我走无人区我都不会害怕 一人一车 我走无人区我都不害怕 现在很多朋友会问 一个女士一个人一台车 安全吗出来 超级安全 你一定放心 超级安全 走到任何地方监控也很多 而且包括到新疆 有好多人认为新疆怎么怎么样 可能在咱们过去的认知里面都会去这样想 但是现实生活中 大爱新疆 那姐在这个一路上有三次非常感动我车出现了问题 然后三次都是免费帮那姐修 让我感动的就怎么说 非常无语 大爱新疆 就是在路上碰到的都是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是吧 有了困难人家就免费伸手援助你 对的 对的 太多感动 而且就是你像听到某一些露营地 像认识你一样 然后包括认识其他的朋友一样 大家可以拿出你的吃的 拿出我的好吃 坐到一起 除了吃还开心 我认为真是太忘我了 现实生活中你根本达不到这种感觉 那姐看你年龄不大 怎么会退休了吗 我三十多岁就不上班了 我不太喜欢被约束的感觉 我感觉我应该也是就是这种 怎么说 我给自己定义是一只鸟 喜欢自由 我这特别喜欢自由 三十来岁的时候就不上班 那就说你现在已经达到了财务自由了 基本上不需要每天上班了 也不说很多人你不上班是养家糊口 你说的有道理 有一点是所有的家人们都会以为 除了自驾游会消费很高很高 然后会有很多的费用 其实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在自驾游的步骤当中 你有可能一天你就吃了两个饭 而且它的东西超便宜 咱们内地的东西便宜 你比如说一个人 你有可能一天几十块钱足够了 但是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要买衣服穿 有可能一件衣服给你这一个月的行程 除了油费以外其他的没有什么费用 自驾游最大的消耗就是油费 其实吃说明比家里吃的还少 家里还便宜 还便宜 家里还好吃 他们的东西比较天然 比较存天然的东西 你吃着又放心又开心 我们真的很佩服你 这么年轻就出来一人一车也有胆量 需要的是果敢 不是什么人都敢出来的 对的 向你学习 感谢 我还想问问 就是说你新疆来 你觉得新疆有什么最好的地方吗 新疆 我目前走的是南疆 南疆我感觉白沙湖特别美 白沙湖 白沙湖很美 还有一个盘龙古道 盘龙古道啊在塔县的 对在塔县的盘龙古道啊 就是帕米尔高原上啊 对就是这两个对我的印象特别深 你走到任何地方你是看不到的 对雪山是吧 那种感觉哈 那种感觉超美超美 就是人完全你可以被这个景 美景所震撼 是这种感觉 好好好 好谢谢 娜杰哈 那今天这个采访就到这了哈 好谢谢 多吃吃吃 我们的主播60后 慢生活 嗯 好谢谢 慢生活 好再见啊